陪酒女给儿子开家长会 同桌竟是自己的老顾客 昨晚还在她这里消费了上千块 四目相对间 雅姐记意外又欣喜 可她刚想开口说句大哥晚上再来 就看到男人尴尬地转过头 眼看被人嫌弃 雅姐只能乖乖闭嘴 心里却越想越生气 以至于老师喊了半天 儿子小文的名字都没有注意 李文波 李文波 李文波家长 出球的母羊惹得 其他家长哄堂大笑 窗户外的小文也不免跟着提心吊胆 她生怕老师和同学看出自己的妈妈不是真的 却也只能焦急地望着什么都做不了 原来雅姐只是住在小文家隔壁的邻居 作为一个陪酒女 她的作息时常黑白颠倒 所以从没见过小文 也和她没有任何焦急 但让雅姐意外的是 这晚她刚刚站到街上准备懒课 小文就忽然挡在她面前 还禁止掏出200块要她为自己服务 而服务内容就是假装自己的妈妈 到学校开一场家长会 奇怪地要求让雅姐愣了下 还以为男孩在开玩笑 于是准备赶她离开 谁知下一秒 小文竟又掏出400块 缺钱的雅姐只好带着男孩来到自己的房间 可她万万没想到 小文竟拿出一堆老气横丘的衣服要她换上 穿哪件啊 我们坐在那一样 特别 穿惯了吊带短裙的雅姐压根看不上这些衣服 转身换上亮片卢尖裙坐在一旁抽烟 眼看小文态度坚决 雅姐只好乖乖听话 她只盼着两个小时能赶快过去好拿钱走人 谁知当她按照要求 打扮得老气横丘出门时 竟看到小文又推来一辆二八大岗 你让我穿成这样 骑个这二八大串 想象得挺丰富啊 我妈就骑这个 无奈之下 雅姐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推着男孩离开 北京的冬天风雪格外大 马路上到处都是泥泞 可小文却始终不愿从自行车上下来 雅姐也不得不费力地推着男孩缓慢前行 然而她万万没想到 这场家长会完全是一个圈套 八岁男孩来到红灯区找小姐 想要花二百块买她二小时 女人一脸不屑 你知道我一小时多少钱 见女人不满意 男孩又果断掏出四张 看在钱的面子上 雅姐只能免为亲男答应 很快便带着男孩来到自己租住的小屋 可让她意外的是 男孩竟提前准备好了特殊衣服 一定要她换上 穿哪件啊 红色的那一样 虽然不想配合 可想到自己急需要钱 雅姐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小文 并按照她的要求假装妈妈 跑去学校参加家长会 然而刚到罗道 浓妆艳抹的雅姐 就被众人怪异的眼光包围 所有人都在小声议论她的身份 而更让她尴尬的是 同桌居然是昨晚才光顾过她的老顾客 还不来即打个招呼 雅姐就被老师叫到讲台领取奖状 而下一秒 电话铃声又不合适一响起 雅姐逃野试地回到座位 发现是老顾客赶紧按下接听 好好的家长会 被雅姐这么一脚早已变了味道 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她 可雅姐却毫不在乎 也顾不上什么家长会 立刻跑出门准备去见刀哥 然而不管雅姐如何劝说 小文都不肯让她离开 甚至死死拽住她的胳膊不愿撒手 坚催 雅姐只能用揭穿秘密威胁男孩 却不料小文听到后惊气地 将钱扔在地上跑了出去 这让雅姐有些慕不着头脑 她不明白男孩究竟有什么目的 谁知就在这时老师竟有将她拦住 在老师口中 雅姐终于知道了背后真相 原来小文的妈妈很早就已经去世 外婆害怕她伤心不肯说出真相 只能骗她说妈妈去了外地打工 等她考上大学就会回来 可即使如此 小文还是无比想念妈妈 尤其看着其他同学都有妈妈陪伴 她更是生出许多思念和羡慕 所以才会拿出自己攒了几年的零花钱 找到雅姐 想要体验一次有母亲陪伴的感觉 都知道就她不知道啊 她老喽 不让说 去吧 帮个忙 这一刻 雅姐再也挪不动脚步 可就在她准备留下来时 竟听见小文和别人起了争执 陪酒女第一次上街懒客 就碰上个八岁男孩 只见她掏出二百块 店名要求女人服务 这地方是你该来的吗 你知道我一小时多少钱吗 不等雅姐说完 男孩就禁止掏出六百块 这大大超出她的预期 最终只能带着男孩回到自己的出租屋 可雅姐晚晚没想到 小文找她假扮妈妈 只是为了体验一次母爱的感觉 得知真相后 雅姐的心似乎被狠狠挠了一下 她再也不嚷嚷着要提前离开家长会 谁知就在这时 小文竟和同学起了争执 面对同学的嘲讽 小文再也忍不住和对方扭打在一起 得到消息的雅姐很快赶来加入战斗 结果却被送进了校长办公室 好在对方家长就是自己的老顾客 对方看在她的面子上决定不再计较 可家长会终究还是被她搞砸 回家的路上 雅姐一脸歉意想要和小文说声对不起 谁知下一秒 男孩竟转身对她承认起错误 原来小文什么都逗 只是为了照顾外婆的情绪将所有思念都埋在心底 看着男孩离开的背影 雅姐只觉得无比心酸 更让她难过的是 第二天晚上上班时 她竟在包里发现了小文得奖的作文 等我上大学的那一年还有九年 妈妈回来的时候还会认得我吗 也许妈妈也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有一天妈妈忽然回来了 那天她穿着蓝色的毛绒大衣 黑靴子 戴着红色的耳环 她笑起来的样子 就像太阳照进了窗壇 闪闪发亮 雅姐这才知道 原来小文早就把自己假象称妈妈 这一刻 扑天盖地的心疼汹涌而来 她再也控制不住拿起电话 喂 妈妈